東張西望日前提到 一個男受訪者小白 聲稱自己被情騙 他在網上社交平台認識了一個女生 被說服買了美容療程 和升學進修等課程 令到小白損失了近60萬 東張西望也找了女事主來做訪問 而他就說 自己在一切有關買課程的話題上 都已經一早利益申報 而送禮方面 都是男生自己爭著付錢 自己沒有要求過 一向都出名感言的TV邊女星麥美欣 在社交平台發文評論這件事 他說求愛不遂都報東張 其實同事自己拍拖都沒有時間 看來美欣覺得 這次男事主有點濫用資源